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母仔 今天看到一篇挺好笑的 他是電視台前化妝師 T字頭那間 VB那個 他就說自己是化妝間離職員工 一人一問 TVB化妝間前員工 因為他證實自己是 他在電視台有限廣播公司的News & Information Service那裡寫了自己的帳戶名字 有個神字 相信他應該是 他就留下兩句說話 陳豪很友善的,經常都會請客人喝東西 我也相信是 很多人問了他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譬如說 問他離職的原因是什麼 他自己就說是轉行的 做別的事情 以我所知做TVB化妝間是非常辛苦的 他們輪班制 很沉悶的 沒有工作 不是跟別人化妝 煲煙而已 有什麼做呢 有時候一化就化很多人 開廠之前就好像打仗一樣 一邊就整頭髮,一邊就化妝 有女兒有古裝的時候 就真的會這樣做 經常都見他們做到踢腳 有很多網友問了很多問題 有人問他哪個明星掃眼最差 他就說了 其實很多藝人 還沒化妝的時候都是大小眼 他就說這些是差 老實說很多人都大小眼 因為人的頭骨會側向一邊 會船 有些東西會歪的 睡覺的時候 經常轉來轉去的頭 或者一些錯誤的動作 你大小眼是很正常的 今天問他最討厭哪個明星 我跟他也有個同感 他就說 某TVB上了大陸 很紅的女星 勁大牌 勵遲到 然後打了三條蛇蛇蛇 這樣 這個真的奇怪 老實說 我知道很多師兄都很喜歡他 我之前也聽過有個同事也很喜歡他 我有個朋友也很喜歡他 他說他很漂亮 覺得他又不會看到他的樣子 覺得很討厭 但是 因為我真的跟他做過很多個月 在不同的電影都跟他拍過一下 我覺得他也是挺不得人喜歡的 老實說 對 除了他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那個現在在荷里活發展 就 不太說人 我之前在影片裡也有說過 跟他有些厭遇 曾經在我面前脫衣也敢死 所以其實回TVB也是挺開心 經歷過很多正常人經歷不了的事情 另外他說 他說最討厭哪個明星 他就爆了一個愛回家某女星 說他什麼 私下私生活很亂 那些人當然是追問下去 說這些八怪的 我也想知道 有人就說 就是誰 是不是罪嫁那個 有人就說 是不是長腳蟹 question mark 有人就說 是不是慈美麗 慈美麗很多like 慈美麗 慈美麗私生活很亂 不是吧 有人就說 一看就知道是安仔的女兒 有人就說 B字頭 出名臭雞 那條魚都不是什麼好人 這些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不看電視 B字頭可能你們會知道 B for什麼 B for Bobo 啊 條魚我又不知道 因為我完全不懂 我純粹讀給你們聽 有人就說 之前被人踢爆做傳銷 有人就說什麼紅藥水 有人說吃屎 有人說吃什麼 陳思拉 但是有人批評 你這樣L樣就叫答了 交叉你媽媽 他說 荷里活 某些女星私下私生活很亂 我是荷里活化妝間離職員工 這樣 得到很多讚 那倒是 多餘說 人家私生會關你鬼事嗎 他剛才說明星不禮貌 我都說是 我都認同 不過人家私生會打電話 跟誰在調情 難道我又爆別人嗎 這些不關事 所有人都有資格拍拖 但是他就說 其實 他在電視台沒有聽過什麼潛規矩 他可能是化妝聽得少 有很多人給讚 我自己很好笑 我當年進TVB的時候 我進去藝人調配組 我記得那個女人叫做 是否叫Alice 還是什麼鬼 真是高層 可能我説中了他的名字 當年他是最大的藝人調配組 我當時很搞笑 真的好像小朋友一樣 因為我不知道他 為什麼要找我回去TVB做演員 我當時有分享過 我是因為祈禱了五天之後 無端端的TVB打給我 之後最奇怪 因為我很奇怪的 我入TVB那個開始 可能有些人沒聽過 在這裡說一次 我當年入TVB就是 我之前拍過電影做Cat Le Fair 但我是讀幕前的出來 覺得自己好像浪費時間 那時候在樓下商場做冷氣機機房 然後天天在這裡祈禱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上帝 第五天TVB就打電話來 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演員 原來再上個星期 我那個女朋友 就幫我把我的資料寄了過去 但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見場務 但他們見到我的履歷 就叫我去做演員 我去見他們藝人調配組 第一天我就 很不知天高地厚 我還說一些很搞笑 正常跟一個所謂電視台 說得有事的人 你不會這樣說話 我當時一直這樣跟他們說 我說 我第一次來電視台 聽說你們電視台有很多潛規矩 你叫我來做演員 我用不需要賣身 我對著一個中年的女人 說這些話 然後她就說 瘋了 她說你真的不要聽別人亂說 你真的不要聽別人亂說 我在這裡做事做了二十幾年 她說你看看我的桌子 她就跟很多當家小生 最紅的明星 就算是以前周星馳 劉德華 張偉健 那些都拍照 拜過桌子 因為那個人應該是出名的 就是高層 她就說 你看看我 我做這份工作 我是以此為榮的 那當年當然沒有什麼政治活動 沒有這些事情 她說我做這份工作是以此為榮的 你不要聽別人亂說 你說的那些事情 外面的人是這樣傳的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的 在我的認知底下 她當時是實來實始地跟我說的 不過老實說 你說潛不潛規矩有時候 就不是潛不潛的 潛不潛通常是電影多些 電視台這些流水式作業 根本是工廠來的 你說有沒有工廠 妹酒是貼著的廠長 當然有 那你說有沒有廠長 要工廠妹 要得到工廠妹的東西 才讓她做某些角色呢 都會有的 但我想就不是 這麼明刀明槍 要見個高層要這樣 又說有些電影圈 又要睡完這個睡那個 睡了成酷人才有得出鏡的 我想就不是這麼誇張 你說正常的社交 正常的男女關係 就一定有的了 但潛規矩我在TVB 其實我也沒有聽過 但是你說 是否有些人做藝員的時候 去嫁過監製 去跟導演拍拖 有沒有這些 有的 真的有的 我知道其實很多人都說到 就是TVB是紅 紅磅磅磅 藍泡泡 近來我有個朋友在裡面做外判職業 我不是幫TVB洗白 我將事實告訴大家 究竟TVB是藍還是黃呢 他的政治取態是怎樣 我聽我的朋友在裡面做外判職業 他跟我說 其實電視台 雖然你看的新聞是有藍又紅 不過其實他們要找一些藝員 找一些演員去做show 他們都很怕太過藍或太過紅 是的 黃藍都不行 說真的 以我所知 有個節目本身是找莊小姐的 最後我監製就說她是泰國藍 那我就奇怪 我問我朋友 喂 藍都不行嗎 你的電視台不是有色的嗎 他說其實不是的 他說其實不是的 他說你泰國有政治取態 那些觀眾不喜歡你 那些觀眾不喜歡你 就會在網上亂說話 你在網上形象差 你就賣不到廣告 你TVB賣不到廣告 整間公司賺不到錢 這樣又不行 是的 你可以做護旗手 你可以表態 但是如果你下下有什麼事出來 就好像做了代表 又搬了中國 又沒有國 又有家 那些東西出來 又高調宣傳 其實人家是不會用你的 所以馬提露 我可以告訴你 TVB是不會用他的 他真的可能要死回上面 才有東西做 我還問了幾個人物 那些呢 那些呢 之前很高調 我朋友都說 他這些高調 其實都不見得現在在電視台 他們特別有東西做 可以說是做多了 其實是 我把我認知的情況告訴大家 我不是說幫他說什麼 我只是告訴你 他的新聞台 是五眼六色的了 但是他要用一些藝人的時候 你看看陳豪、馬國明、黎耀祥 會不會說這些 其實他就是不想藝人太過參與這些 暫時的風向就是這樣 這是我所知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化妝間的前員工 就說 雖則沒有潛規矩 不過有很多山頭文化是真的 這個我也知道 是當時陳志雲 不知道說什麼 說哪有這些東西的 又說那些就是誰的 那些就是誰的 沒有這些事的 只要 愚蠢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陳志雲說 不知道誰說的 還是他們的高層 曾經訪問說哪有這些東西的 這些東西 怎麼會沒有呢 辦公室也有 所以我覺得山頭文化其實很正常 很正常 這個監製開戲 喜歡找那個 男明星 我是捧你的 我今年就要你幾步 這些一定有的 你用開誰 誰聽話 慢慢就成為外象 這些就是山頭文化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 有人就問 林峰真人是怎樣 覺得他沒什麼演技 長期在做自己 我沒有找到那個 前電視台化妝師的回覆 我回答你 林峰 如果你看到他真人 跟他做完事之後 你是會愛上他 是啊 可能你就這樣看戲 你覺得他不是這樣 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裝模作樣 裝了公之歌儀 裝了文質彬彬 你跟他做一次事之後 他台戲 做到生活上都是這樣 是啊 雖然他是 又有錢 又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不過他是 非常好的一個人 林峰 我覺得是這樣 哈哈 這裡就說 有沒有看過女明星 誰最好看 他就說 有的 他認為高輪是最好看的 哇 高輪好看嗎 這裡只是說心口而已 他講完這句之後 我有點懷疑他是不是 因為其實電視台 你講得出名的 就雖然是性感 走性感路線 不過 你講不出名 其實很多美女 是多到你講都講不出名 那麼多美女 你想想 他一年二十個港姐 二十個華姐 他一律走進來 全部都選過了 即是可以選的 即是可以選的 經常都拍過什麼 比堅尼、泳莊 我以前拍一部電影叫美麗高解像 我見過一群 藝圓訓練班的女同學 有些是樂選港姐 有些是當屆港姐 有些是當屆港姐 女主角就是徐子山 接著一群穿比堅尼 在沙灘上 你問我這群女 會不會沒有高靂那麼好看 肯定比高靂 我覺得就 是啊 所以這些就個人口味了 他這個說高靂最好看 我見到很多dislike 真的 大把正東西看 TVB一闖 以前搞的什麼美女廚房 全部有咖啡、奶茶、海鮮、鮑魚 不知道幾多女的 全部年輕 我在TVB甚至見過周文奇 嘩 真是又是 騷得不得了 當然是最黃金期的周文奇 有TVB這麼多美女 什麼時候數到高靂 不是現在真是 這麼沒東西看嗎 前一陣子看陳瑩穿的 蘿莉塔 不是看電視看 看網上宣傳 嘩 那些又是很正 怎麼會數到面具人呢 唉 真是不明白 只能說各花入各眼 有人就說阿里是不是超美 我覺得阿里真人應該不是超美 不過他上鏡的感覺好像是很端莊 我見過一個上鏡很美 真人也算是很精緻的 就是岑麗香 我覺得岑麗香是很精緻的樣子 當然有人就說他是加加減減的樣子 就不知道 我想很多藝人都會加減減吧 其實TVB最多是看的 甚至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我拍戲的時候 有幾個月是跟阿韋英雄一起拍戲 阿韋英雄都漂亮的 有人就說得對 這個網友叫胡力威掙扎中 哈哈哈哈 之前他說 哪個藝人掃眼最差 他就說很多明星沒有化妝的時候都大小眼 胡力威掙扎中就說正常 根本沒有人的樣子是左右對稱 是啊 全然 左右對稱的樣子就假的了 如果你看到左右對稱的眼睛很漂亮 其實那個人都做過 肯定是 但是有些人認同他 就說他都覺得高玲是很正的 真的這麼正嗎 另外補充 哪個藝人沒有架子 有人就說 我也進去實習過 他說 鍾佳欣林峰就最沒有架子了 相當認同 鍾佳欣可以說是人間天使 簡直是 他說楊明一早已經以為自己是巨星 坐升降機會先放進去 出升降機就會放出去 當時有駱小姐也在 楊明 楊明是不是當自己是巨星呢 其實我有個朋友認識他 之前他上過朋友的辦公室 我們見過一面 有打過招呼 我又不覺得自己是巨星 有些你猜不到 他就覺得自己很紅 我想都是看時期的 你說現在的人不喜歡楊明 有一件事 你說當自己是巨星 我以前在街上 我見過阮兆祥 都覺得自己是巨星 戴著褲褲褲 穿著紅色襯衣 很多都是 不只是誰 但遠兆祥 幕前形象也是挺好的 很難說 其實藝人的心態是最飄忽的 看看他那天抽一條筋 是戴眼鏡還是戴黑超出街 當然他什麼打扮 也不代表他是不是巨星 以我所知 那時ATV有個阿伯 阿叔 他出街上都是穿珠片 閃亮亮的珠片 又戴黑超 他那些都當自己是巨星 不過是真的自卑衍生到自大 因為他真的 譬如當時知道他在ATV做的角色 都是做一些士多阿伯 但他出街上就像登台一樣 有的有這些人 我見過你說當自己是巨星 周柏豪說當自己是巨星 他有紅的 不過那時感覺上 他一來很多人護著他 他遮遮掩掩掩 說完幾句話 又遮掩掩掩走 那些就是巨星 不過可能公眾場合 又會特別一點 不過說真的 那次我說周柏豪 為什麼我覺得他 都當自己是巨星 因為那時候 那次的活動其實是 私底下的活動 雖然他要見其他人 但其他人的那些 全部都是KOL 那次好像是一個 牌子搞的發佈會 全部都是KOL 但他來的時候 還假裝自己是天王巨星 我覺得別人請他來 我們個個都是KOL 大會是想他跟我們 各個都拍照 然後宣傳這件事 但他不是 他是來講幾句話就離開 但我有一次就看到Eason Eason反而不是 他全程都在 沒有什麼 還有跟網絡人拍照 你說Eason紅還是周柏豪紅 看到有人說 看到那些人經常都稱讚陳豪 陳豪又真的沒有什麼挑剔 還有我覺得陳豪是很高的 我也高的 一米八幾 我也覺得他比我高的 還有近年我也很欣賞陳豪 他說他玩的身形 玩得很漂亮 這些是有些先天的 我覺得陳豪的身材比心美更漂亮 但沒得比 我覺得心美已經玩得很漂亮了 有人就說 有些連落妝都認不到誰的樣子 說真的 他說這句話是真的 我看到一個講者很高大的 因為當時在一廠不知道拍什麼 我們在一廠化妝 看他自己進來 那麼高的女兒是誰的 他一化妝就知道她是誰的 神經病 真人真的認不到 不是開玩笑 你的女兒沒有畫眉 沒有畫眼 沒有打底 臉毛血色敗了 你是完全認不到 真的認不到 最後 被人識穿了 說他是假膠 哦 有照片都是假的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他說高輩最好 你根本都沒有進過TVB 你進過TVB 你就不會覺得 一些 說得出名的 是最好 反而 我想很多人都會說 TVB實在太多太多太多女 是啊 原來最後有人發現 這條作者 他在另外一個報告說 我其實是一個跳舞群組的導師 哦 抽水猶 不過不要緊 在他回答一些東西 和一些網友的問題當中 我說了很多我的經驗 我就分享了 原來 就是電視台 有些東西是這樣的 可能大家聽完之後 又會了解多了 究竟 以前經常看的電視 裡面是怎樣的 是不是真的 人前人後一個樣子 差點被騙到 因為他說 蛇蛇蛇那裡 我又有點認同 有些人 都會看人 你也猜到那個人 究竟是什麼 可能加回自己少少幻想 可能有些八卦雜誌 說什麼什麼的 但始終不是就是不是的 有些人沒理由這樣回答